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会本 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妈妈让我买茄子 现在宝贝们有没有准备好小耳朵听故事了呢 那么妈妈为什么让故事里面的主人公买茄子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说的是三十多年前 日本乡村小镇四国德岛县阿波市土城亭的事 我出生时妈妈四十多岁 爸爸五十多岁 当年高龄产子是很危险的 连医科大学的教授都来会诊 听说妈妈生我时难产 所以当我平安生下来时 妈妈和爸爸别提有多高兴了 妈妈和爸爸是农民 他们种了好多好多的茄子 因为是高龄产子 所以我上小学时 妈妈妈和爸爸看起来 妈妈和爸爸看起来已经像老头和老太太了 那天是学校的学校的学校 同学们都说 茄子的大酱汤 还有腌茄子咸菜 其他同学的年轻妈妈做的菜都是西施肉饼 炸虾等等 可那些时髦的菜 年老的妈妈不会做 学校组织郊游时 我带的饭盒里黑乎乎的 煮茄子 煮芋头 煮南瓜 妈妈和爸爸上了年纪 尽管他们拼命劳动 也挣不了其他农民那么多钱 所以我家很穷 但妈妈总是满面笑容 家里虽然穷 可是每天充满了笑声 我最喜欢妈妈笑 尽管如此 我家吃的菜除了茄子就是茄子 形状好的茄子拿到市场上去卖 弯的带伤的茄子不能拿去卖 这种卖不出去的茄子 就成了我家每天饭桌上的菜 妈妈每天每天做的菜都是茄子 我连看也不想看到茄子 做梦都梦见茄子变成鬼来追我 突然有一天 妈妈说 去吧 一袋卖七块钱 妈妈的表情像鬼 我十岁的时候 妈妈真的变成了鬼 她把卖不出去的茄子 塞到塑料袋里 用汽车把我拉到附近的住宅小区 让我去卖 妈妈和爸爸坐在车里等我 我一个人在陌生的小区转悠 挨家挨户按门铃 买茄子吗 买茄子吗 请问 第一天 我一袋茄子也没卖出去 有个凶恶的大叔 对我大吼一声 滚开 可妈妈一点也不来帮我 不仅不帮 而且她的表情像鬼一样 气势汹汹地说 明天你一定得卖出去 第二天 我们又去了西南小区 尽管我心里不愿意去 可是怕妈妈生气 只好挨家挨户地按门铃 买茄子吗 请问 买茄子吗 可我 还是一个茄子 也没卖出去 不仅卖不出去 有的人连门也不给我开 你明天再卖不出去 看我饶得了你 妈妈又变成了鬼 第二天 第三天 我想无论如何 都得把茄子卖出去 就鼓足勇气 大声喊起来 晚上好 快来买吧 刚摘下来的新鲜茄子 看起来不好看 吃起来可香呢 满满一口袋 才卖七块钱 你说值不值 这时 小区里有位大妈买了我的茄子 太开心了 总算 有人买我的茄子了呢 妈妈 终于露出了笑脸 然后 她从七块钱里 拿出了七毛钱给我 我每天 我每天 每天 每天卖茄子 慢慢 卖出了兴趣 也逐渐懂得了 挣钱的辛苦 和快乐 我大声 对那位 凶恶的大叔说 刚摘下的茄子 可好吃呢 那好吧 你这个小家伙 每天不简单啊 我买了 大叔这样说 他真的买了我的茄子 有一天 妈妈突然病倒了 妈妈住院了 我也不去卖茄子了 为了照顾妈妈 爸爸也忙活起来 顾不上什么茄子了 那以后 妈妈住院又出院 反复折腾了好几年 妈妈得的是白血病 但当时是很难治的病 我十四岁的时候 妈妈因白血病去世了 在火葬场 妈妈的骨头 只剩下那么一点点 舅舅说 妈妈吃了好几年 厉害的药 连骨头都松了 烧了也剩不下来 妈妈得了那么重的病 可我去医院时 她总是冲我笑 那个像鬼一样厉害 非得让我去卖茄子的妈妈 到哪去了呢 妈妈死后不久 爸爸对我说 我卖茄子的时候 妈妈一直坐在车里哭 妈妈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事 就很下心来 让我学习怎么活下去 打那以后 我就拼命地学习和工作 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 虽然还有很多缺点 但我当上了出版社的社长 社长是个苦差事 可我小时候卖过茄子 所以再辛苦也不在乎 妈妈一定在天上看着我呢 我这么一想 不论遇到多么困难的事 也就不在乎了 还有 我现在特别爱吃茄子 好了 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格子酱讲会呗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